原标题 惊涛巨浪 《金像奖》最佳摄影师的罗伯特·雷查森长径 《芬奇者》一类觉醒主演二表姐 谢林伍德雷及《恶游戏3》 嘲笑鸟主演山姆克拉弗林 强强联手共同出演近日 电影的爱情孤舟在五个城市启航 同步环游引发众多关注 12月1日开始掀起京涛的爱情孤舟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成都 五个城市开始绕城之旅 印着惊涛巨浪海报的爱情孤舟 行在五个城市的商圈中 引了不少人驻足 还有不少情侣在前勇吻合影 部分路人在看到爱情孤舟后 搜索电影详情后表示 竟然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有点想看 绝境之下的爱情故事很吸引人 一定要和男朋友一起去看 爱情孤舟在线下城市 环游引起了广泛欢注 在线上也引发了剧烈讨论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诸多余 爱情孤舟的合照 同时也对电影表示了期待 这个真实的故事 能在这个沿东带来不一样的温暖 电影的海报好像都是海浪 风暴 看着很恐怖 其实很温暖 哈米和理查德的爱 让我感动到落泪 最疼爱情灾难电影 惊涛巨浪 根据轰动 全球的1983年 太平洋巨峰海难事件改编 该事件影响力 居于全球海难生还事件 第一位全篇以女主角 塔米的视角来叙述 风暴过后 拯救她成为了女主 完成自久的一种方式 导演巴塔萨特马库 将浪漫与绝境中交织的细腻情感 表达的淋漓尽致 让电影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充满柔情 看过预告的网友纷纷表示 今年最期待的灾难爱情大片 就等上映了 一定要去影院看 据悉 电影中人物形象的高度还原 也得到了原型塔米奥尔德姆本人的认可 爱是可以跨越生死的 也因为真实更催人类下 或许这就是很多人为 惊涛巨浪感动落泪的原因 正如山姆克拉弗林所说 不可思议的是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有人真的经历过这一切 并且活着讲述了这个故事 谢林也表示 这部电影能够吸引你体验 一场刻骨铭心的经历